好而在国防部前 积极了大约一万五千名民众 激动高呼口号 但是呢就在呼口号 情绪激动的同时却传出了 有一位前来声援的老先生昏倒的意外 很可能是因为呢 今天一大早天气相当炎热 再加上人几人 这位女约60岁的老先生 疑似体力不知重暑昏倒 现场工作人员是紧急合力 将老先生扶到了救护站 大约花了五分钟之后 是送往医院救治 这是我们在抗议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